自問真的很喜歡看恐怖片 但愈喜歡就愈怕別人弄壞他 每次懷著一個又要愛又要怕受傷害的心情 就進到戲院看戲 今次看這套就是空門惡煞的The Boogeyman 改編字就是經典驚客大師史提芬京的短劇 由Stranger Things的班底製作 看完出來之後真的心情複雜 又不想做百壇齋主的我 那我先想想怎樣去說這套 回來再說 大家好我是01 這是一個專門評論歌影視的頻道 我們頻道會定期推出一些推介劇集 或者電影的影片 如果有興趣接收相關資訊 歡迎你們 我們加入我們支持一下 最近我們還開了IG帳戶 不可以在Youtube說的垃圾畫 我們全部都放在IG那邊 如果有興趣聽聽看 歡迎追蹤我們 今天要說的電影就是經率片 空門惡殺The Boogeyman 看完這套電影 其實我60%肯定 這套電影應該是叫The Jump Scare Man 但我最喜歡被渣男 一次又一次傷害的人 又怎會有抵抗力呢 不用怕我們的入場看 看完真的白感交集 所以說何出此言 繼續說下去的就要涉及劇透 如果你介意的 建議你才去戲院 看完這套電影 再回來聽我們怎麼說 如果你準備好 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巡禮又跟大家說一下故事大江 話說一家三口就剛剛死了個媽媽 剩下爸爸和大妹豬和小妹豬 爸爸就是做一個可以work from home的心理治療師 故事開端就是講述一日 有個男人突然不經與約登門拜訪 說些話久不達八 就說他三個子女都接連死了 就說自己為什麼不相信子女 又說有怪物之類之類 爸爸就越聽越QK 覺得這個人十分有可疑 所以就借廖頓出去想著報警 誰知道他在這門出去 那個男人就跟著他轉出去 還跑去他們那個死鬼媽媽的衣帽間 吊頸自殺 從此 小妹豬就說在家裡的陰暗處 就看到有隻怪物在想著嚇他 或者嘗試想襲擊他 大妹豬半信半信 爸爸就直接當你狗說發了風 直到連大妹豬都在家裡見到怪物 就知道此事又可疑又不簡單 怪物就開始越來越進取了 他們一加危險指數直迫天花板 最後他們又可不可以化險為宜呢 怪物的真身又到底是什麼鬼 就留給你們自己去觀賞發掘吧 我覺得這套電影的體系 其實可以歸類於類似Smile的那套恐怖片 又是那類不是鬼 不是外星人 是屬於都市傳說類的故事 似合點都跟Smile很相近 又是心理醫生做一個家庭背景 只不過主角落在大女大妹豬身上 爸爸就是那種不見棺材不牛眼淚 不是眼看著那隻怪物 都仍然覺得他兩個女兒是幻想太多 要數這套電影的不是 他的硬傷真是多如天上凡星 千瘡百紅 這套東西又懶又悶又老套 你老公追你的時候 都是用一招去哄你 你結婚十周年 他用同一招去哄你 你會覺得怎樣 沒有心思 愛冷了 冷卻 淡了 愛情變感情 首先 三個主角的角色描寫 真是可以用輕描淡寫的形容 他們經常放在嘴裡 就是媽媽死了 老婆死了 我很慘 我很不開心 為什麼你不聽我說 等等等等 除了大妹豬 還有一兩場戲說出他對媽媽的思念和執念之外 他的小妹豬不要說 簡直好像當沒事發生過一樣 而爸爸 只是輕描淡寫說了幾場 作為觀眾的我 就是覺得他經常放我慘 自己的口 在四圍說很煩 另外就是恐怖片 經典角色的三大要素 就是沒有交代 不聽人說話 以及分開行 電影裡面的角色 現在是做到足做到齊 大女還有幾次 是聽聽客人電話 拜拜都不說 蛇步電話扔就算了 爸爸就不用說了 作為心靈治療師 他經常把別人說話 當作耳邊風 實在可恥 細妹豬 簡直是行為邏輯崩塌的角色 初初是講述細妹豬 好鬼死怕黑 臨睡前也要爸爸 檢查好衣櫃床底 他才可以安心睡 經常跟著他 就是一個手提月球的燈 跟著他 他又可以抱著睡 或者半夜他就抱著他四圍走 故事講述到他 半夜黑媽媽的時候 他就抱著一盞燈 在那個大到死 就一塊蕩蕩路的屋裡 四圍走 經常他都會在走廊的盡頭 或者對面 他就會覺得有些什麼 藏起來 躲起來 嚇他 聰明絕頂的他 就會把那個球 就像保齡球 滾到對面 喂大姐 那個是你唯一的光源 周圍都伸手不見五指 你有沒有這麼豬鬥啊 又或者說 你是不是真的這麼怕黑 我又不太相信 不要說 小妹豬的主角威能 真的爆了頂 通了天 幾次遇到的怪物 都隨便暈倒了 或者他躲起來 就可以沒有事發生 其他人遇到的怪物 就斷手斷腳 然後我覺得最大的硬傷 就是出現在這隻怪物身上 對於未明未知的怪物 我們當然心存恐懼 亦都因為這樣 所以他也會有魅力存在 令我們想去了解他 因為凡是存在的話 他也一定有他的邏輯 或者有他的條件 有如周術師 七海見人所說 定下的契約 越嚴謹 他的奏力就會越強 應用在故事 就是說怪物 設定的條件 越嚴謹越精細 他對我們的影響 就會越大 但經常發生的就是 怪物的能力 就會成為了編劇的工具 搞到怪物的能力 時靈時不靈 有時勁有時差 有時不行 初頭說他就要躲在黑暗 所以你只要留在光明處 所以他就傷害不了你 但有時見他可以關上你盞燈 有時有光他可以撲在你 那又為什麼呢 這東西可以瞬間移動 次元跳躍 但你又可以物理地 用槍射 用棍插 用火燒 無動有偶 我覺得怪物的樣子 跟Smile裡面那隻東西 都有六七成的相似 這類怪物 經常用CG去弄出來 其實是非常沒有真實感 話之你說到那隻怪物 六隻手七隻腳八個鼻都好 看完出來 就覺得好像看完Biohazard一樣 同樣都是都市傳說 同樣都是傷痛家庭 我更加覺得以前有套戲 叫Barbara Dog 更加恐怖 重要的是那套戲裡面的怪物 是接近非常真實的人形 還有有幾幕 是真的找個真人去做出來 不要插到他看無懸夫 其實有些東西都可以讚 整套戲 他凝聚得這麼好 小妹豬真是功不可悶 有幾幕看著他看著空氣 他的眼睛又沒有眼淚到有眼淚到 整顆眼豬大顆大顆的滴出來 增加了那場戲 感覺上恐怖的真實性和說服力 但其餘 輝老爸爸 和叛逆大妹豬 就不予置評 看完 更加不要問我 到底為什麼那個男人 要選中男主角那一家 他怎樣把那隻怪物傳染他到他家 黑色的樹藤代表什麼呢 他老婆為什麼仍然會住在那一家舊屋裡 然後他怎麼拿到那麼多槍 鞋子怎麼製造那麼多陷阱呢 我知道問誰都答我不了 包括導演和編劇 我常常都說 Jump Scare 畫面是完全不重要 全靠音樂 就是很靜 突然有些東西彈出來 砰 其實基本上 他展示什麼出來 你一樣都是害怕的 這套東西 真的好像想完全證實我這句話一樣 因為他是講黑暗裡面的怪物 所以他整天的畫面都很坑暗 然後坑暗到其實他有些東西跳出來 我都看不到 我只聽到很大聲 砰 所以如果自問你是Jump Scare的粉絲 這套東西你真的會愛到肉霸不能 和我一樣都有夜盲症 只看這套電影 看到眼睛就一塊跌出來的你 歡迎CLS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記得做齊齊以上三樣東西 等你以後都可以看到我們 更加可以Superfans 不斷地支持一下我們的channel仔 我是凌恩 希望下次可以再見 拜拜 拜拜